香港警方在星期五拘捕三名知名的民主派人士 包括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指控他們參與非法集結 黎智英和另外兩名民主派人士被指控 參與去年8月舉行的831反送中大遊行 黎智英在星期五稍後獲釋離開時 並沒有向在場記者發表談話 他在過去一直是中國官方媒體的批評目標 另外兩名被捕的人是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和楊森 被控的罪名和黎智英一樣 他們在離開警處時並沒有發表任何聲明 香港警方說三名被告將5月5日提堂審訊